到了早上7點的時候 那有民生分局的偵查所來到家裡 要帶走羅玉花也就是鄭淑芬的婆婆 那有發了傳票 那上面她是被告 那在等待我婆婆要跟她們到案 要去說明的時候 那聊天的過程 偵查所發現羅玉花是鄭淑芬的婆婆之後 反而又說先不用過去了 那鄭淑芬要參選市長 會向婆婆買票嗎 西部要參選市長 要向婆婆買票嗎 那經由這一次的傳票開出來 大概開了一二十張 針對我們前後談的黎明 那都是淑芬的鄰居 那竟然還有人惡意的重傷 說是淑芬故意檢舉帶走這些人 那淑芬會故意檢舉帶走我的婆婆嗎 那如果你要說我自導自演 那為什麼我婆婆她們又不帶走 那請我們司法單位還淑芬一個公道 那也還這件案件一個清裁 如果有犯罪了該調查 我們願意配合 那不是用這樣子 用一個明文規定打壓的方式 來意圖使淑芬不當選 那我是不是可以提告這整起的案件 就是意圖使淑芬不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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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thread 就是意圖使淑芬不當選